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个新的名词 恐惧族 用来形容同学聚会时 有钱有地位的人激进炫耀 造成其他同学的心理恐惧 实际上恐惧族不只存在于同学之间 婚嫁、拜年等场合也同样存在 究竟为什么大陆会出现这样新的族群 怎么解读我们的分析报道 今年中国新年同学聚会 大陆诞生了一个新的族裔 恐惧族 各种主流网站也有大量文章 来讨论恐惧族出现的社会现象 中新网以同学聚会催生恐惧族 致青春变成名利场为题 描述同学聚会变成了攀比会 显摆会、商务会 文章写道 如今渐渐演变为自我炫耀 豆腐攀比或积累人脉的同学聚会 成为过年回家的酒怕之一 当票子、房子、车子 成了大家聚会的主要话题时 不少人面对昔日的同桌 成了恐惧族 BBC中文网则以社会评论员 童克振的文章来控诉那些 在同学会上炫富的人 是在给其他同学施以金钱暴力 童克振写道 暴富的同学在聚会上炫耀金钱 发号施令显威 折腾小姐陪侍 保镖护身 在豪华消费场所一致千金 让那些低收入一族承受着金钱暴力 炫耀背后放射出的伤害和攀比 竟成了可怕的精神垃圾 而另一方面 有的大陆人因为拿不出足够的压岁钱 而不敢回家 据报道 这种炫富炫观现象不只是存在于同学之间 学校也把联谊会变成招商引资会 饭桌的座次提前安排好 谁有钱谁为上 谁有权谁嘴大 平庸同学没有话语权 何颖时也是官大财大者坐在中央 当年的老师却被安排在边上 甚至站着 山西美老板刑利斌 低价获得国有资产 在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下 耗费七千万嫁女 六辆法拉利开路 婚礼好比春晚 央视大牌主持人 一级演员一一到场 大陆官商陈光彪 亮出16吨人民币百元超 堆成墙来炫耀自己 与炫富带来的温和恐惧相比 被强拆强占的维权群体 和异议人士们的聚会 通常笼罩在一种随时被中共抓捕的强烈恐惧阴影中 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指出 公民聚会都能让中共恐惧 只能让民众怀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